大家好,我是波比医生 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比如是长痘的皮肤怎么样能够通过合理的清洁来降低发生痘的这种可能性 同时呢,避免一些用水扬骚氧产品中会出现的干眼的这个问题 至少这是我个人的一个体验分享 我现在是有很多年都是成年之后还继续长这种青春痘 尤其是有比较多的地方 这个嘴边还有有的时候年轻的时候这个脸颊也长痘 前额这也长痘 现在慢慢知道如果是口舟长痘的话可能是跟激素的分娩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在女生来月经的时候它的雌激素就下降 这样雄激素和雌激素的对抗就失衡 雄激素呢是可以造成这个出痘的情况 还有呢跟饮食有关 如果是吃含脂类就是这种奶制品 或者是含高糖的这些都容易造成发生涨痘的问题 我的饮食中里面糖并不是很多 碳水不是很多 但是我最近发现我每天都吃蛋白粉 这一点呢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对我这种体质也算是 能够升高血糖比较快的 所以我也在想把 比如周末呢我就不再吃蛋白粉 有一些改善 现在再说怎么样用 护肤品的办法来空痘 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过去两年 非常成功的 除了这个饮食的改善之后呢 就是在皮肤的常规上 护理的常规上有了一些改进 一个是用A酸 A酸呢确实是空痘的一个 王牌产品 今天先不讲这个 今天讲的主要是在洗脸的方面 怎么样能够 更好的空痘 一开始我 学习到了就是用这种 带有水洋酸叫做 Solicylic Acid 这种产品 CeraV 这个是一个比较新的 它还有一种其他产品 没有指明它的浓度 不是2% 但是也是一种 Solicylic Acid 水洋酸 这种产品呢 它是对有含纸的 就是这种油纸的线呢 它有 轻纸性 轻纸性 所以它能够专门去那些 毛孔油纸的地方 把这个 栓子融开 然后 不让这个毛孔堵塞 非常有效 这样能够明怪它的机制呢 也就会用起来的时候 更有 说服力更有幸福性 所以我确实用这个有这个好处 用了之后呢就好几个月 每个月都不生豆 但是呢 最近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每天晚上 回家来先洗完脸之后 觉得眼睛特别不舒服 没法聚焦 变得特别花 看东西特别不清楚 也特别干 然后我后来就想明白了 可能是因为我回来之后 洗脸的时候 这个水洋酸对我的眼睛 有一些影响 你想这个水洋酸 它是对 轻纸性的 所以这个 减板线呢 也分泌油脂 这个我还没有做 很多的 医疗数据的 调查但是 对我本人我有明确的体验 用了这个之后 眼睛就会觉得很干 所以我现在的 想法呢 是一种改善的洗脸办法 也开始做 double wash 就是 洗两 洗两次脸 怎么办呢 先用一种 没有那个水洋酸 活性成分的 就是 也比较温和 适合一些 甚至干皮肤的人用的这个产品 非常温和 不会给皮肤的 保护层造成任何伤害 这样先是整个脸 都洗一下 因为我用的防晒霜里面 防晒霜里面也是 这种保水的防晒霜 防水的防晒霜 所以它不太容易 就轻易的掉下来 所以要用这种 洗面奶 去把它整个脸都洗干净 洗完了之后呢 我在专门地区用这种带水洋酸的 而不是整脸用了 我现在主要是这个能看到毛孔粗大的地方 油脂线多的地方用这种含水洋酸的 第二次洗脸 这种洗面乳 就这头上 这洗上 离眼睛远远的 然后这个 鼻子边 鼻子用一下 然后这个下巴这个地方 用水洋酸的产品 用上之后呢 我去刷牙 这样就让它在脸上留一段时间 那些特别的地方 留一段时间吸收 然后发挥作用 用完了之后 把眼睛闭好了 然后清洗一下 我还在想买那种 很专门的 很柔软的毛巾 这样能够把它 很快的擦掉 这个还没有实现这一步 还有一点我总结到 就是说做事情不用做到极致 而且千万不要做到极致 比如说如果把豆控得很好的话 那可能皮肤就会很干 很敏感 吃饭上的也会非常的严格 需要注意 可能会营养上也不是那么全面 所以我现在有的时候有一点点小豆 然后出来之后马上就干了 也不会破 也不会让 皮肤造成炎症 留疤 我觉得就可以了 凡事就是 适可而止 掌握好度 好希望 大家喜欢这个节目 也帮忙 分享点赞 下次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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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